1700公里 小如小却能装下20种素菜和40种素菜 上至年过七旬的老人 下到不满十岁的孩童 翻开溪流底部的每一块石头 无厌其烦 为的是寻求一种神奇的美味 贵州省东南部最偏僻的村庄 苗族女孩李建英 等待着一个幸福时刻 这是半年来父母第一次回家 现在流水线旁的打工妹 重新变回苗族母亲 正直到花盛开 来不及休息 鱼糕里准备给全家制作烟鱼 吃烟鱼 首先要做甜米 糯米淘洗干净 上灶蒸 等糯米熟透 加酒驱发酵 鲤鱼 鲤鱼吃饱了 稻花 正是最肥最甜的时候 比其说是捕获食材 不如说更像是一场户外的亲子游戏 稻花鱼 铺进内脏 在灶上摆放整齐 用微弱的炭火熏烤一夜 现在需要借助空气和风的力量 风干与发酵 将共同制造出特殊的风味 糯米布满菌丝 霉菌产生了各种霉 使淀粉水解成糖 最终得到爽口的酸甜 甜米混合盐和辣椒 一同塞进鱼腹中 稻花鱼 可以直接吃 也适合蒸或油炸 不管用哪种做法 都掩盖不住烟鱼和糯米造就的迷人酸甜 在欧亚大陆东端 温暖的季风 斜着雨水的浸润 滋长万物 带到寒潮降临 草木凋零 大地休憩 岁月的轮转 万物的融枯 中国人把这种循环往复的周期 叫做年 又将一年分为二十四个节气 春耕 夏云 秋收 冬藏 中国人的生活之美 依循着大自然的韵律 而中国人的饮食 也在这往复的自然变迁中回转 模拟着我们对世界 对生命 周而复始的体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康陵村 位于北京十三陵莲花山东路 得名于明武宗诸后赵之墓 康陵 据说全村七十户人家 都是明代守灵人的后人 今年三十八岁的赵立军 依然守护着祖先的承诺 东风见势 炸暖还寒 对赵立军来说 一年里他最期待的时节就要到了 他要好好准备一番 在二十四节气中 立春是第一个 春是温暖 也是生机 是一年的开始也开启了整年的劳作 中国人对春天的礼赞 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像往年一样 立春这天 康陵村的人们家家户户地要吃春饼 吃春饼迎春的传统 已经演化成家常的习俗 在大锅上烙制的烫面薄饼 既是食材 也是容器 将开春的各色食蔬嫩芽 卷入圆饼之中 手中握住的是满满的春意 宝藏着春日的抖擞和希望 立春之前 赵立军就发好了今年的第一茶豆芽 立春讲究吃新菜 把生机包进食物里有着世代繁衍的深意 康陵人家的春饼会用黄酱 肉丝 豆泡 木耳炒制酱料 配以各色鲜酥 以豆芽为主料 做成清口拌菜 给春饼补充鲜爽多汁的口感 寒进春来 康陵人喜欢给春饼以丰富的搭配 色浓味醇的酱肘子 是赵立军的拿手好菜 扣肉也是辅佐春饼的一道美味 用北方的雪里红搭配 给肉的浓香增添了春日的清新之气 古人体味春天的方式更显精致 在宫廷古方中 春饼中的酱牛肉 一定要选牛小腿内侧 筋肉纵横的金钱件 软嫩酥香的滩鸡蛋 山东葱白 四川无须豌豆苗 再以香菜点缀 淋上甜面酱 由极具韧劲的五彩春饼包裹 造型通透乖巧 却将满园春色尽收其中 除了吃春饼 这里的人们还沉寂着迎接春天的仪式 这就是打春牛 接春牛 春牛的四级象征着一年四季 春边长两尺寺 象征二十四节气 在旧史历春当日 由春官抽打春牛 第一边神清气灵 第二边国泰民安 第三边天下太平 这是中国人对新的一年最深情的注念 鞭打古代农业社会意义非凡的耕牛 象征驱走寒气 促进春耕 鞭想春历 从这一天开始 白昼长了 太阳暖了 万物复苏 生机勃勃 春天来了 历春 历春开启了一年的劳作 时至春分 到了最适合踏青采摘的世界 福建平南的人们会上山寻找蜀蛆草 在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的清明 用植物天然的颜料 给米团带来清绿 正是清明国所需的色彩 在黑龙江一春 春风却总是姗姗来迟 终于到了山中野菜最鲜嫩的时候 人们在此时以野菜为宴 享受大自然新鲜的馈赠 江西庐山 雨生白骨 铺水日盛 毕竟一个冬天的休养 茶吐出了新叶 茶人王府庚踏草川林 寻找芽叶肥瘦的野茶树 不易的收获就叫钻林茶 爱茶的王府庚用心制茶 也有着茶能们以茶入菜的习惯 鲜鱼鲜肉覆盖的米饭上 只需撒上新采的鲜茶焖煮 就有了茶的清香 古语鲜茶饱满昂扬 可降荤腥 可生平淡 给繁长的食物已神奇 无论在哪里 应食应季的人们 善用一切赋予生级的食材风味 珍爱着每一种获得 叶宝 羊吃菜来快点 快快快快 把爸爸赶一下快 扎住它快 扎住一遍了 来吃一片吧 吃好了以后不能再跑出来吃 我们所有的都给羊吃的吗 就这一颗好不好 这些菜就好吃吗 七年前 王露良离开都市 重新当起了农民 他创办了一个 践行二十四节气 生活智慧的农场 当年我自己的孩子 受不干净农产品的影响 他说爸爸 这个东西这么不好 你为什么还给我吃 你就不知道我说什么了 这也是我去做农业的一个动力 春天正是金花菜 菠菜 芹菜 大青菜收获之时 王露良的农场 坚持遵循二十四节气 种植采摘的原则 不种植反季节作物 该什么时间吃 就什么时间吃 就是最好的 不同的时节都有鲜美的出产 每一种都蕴藏着自然规律的信息 其实最好的饮食方式 就是吃当季 新鲜出产的 这就是最好的 早春的菠菜 为了抵御寒风 自我提升糖度 纤维也更紧致 营养价值显著增加 几样清爽小菜 加上包裹着希望的春卷 就是王露良一家迎接春天的仪式 谢谢爸爸 我给我 我给你给我 为我吃 然而平日 王露良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还是生活在湖州城里 与自然为伍 与时节赛跑 让王露良鲜有时间照顾家人 其实做到农场之后 一直没有前窗就这个房子 搁置了好多年 有时候邻居他们会问我 你们这房子是住的吗 我说不是 都是自己的 冲农业的这些年 每年春节 我都是一个人在农场库的 周末 妻子会带着两个孩子来农场 每次往返都需要三个小时 说心里话从一开始做 太太都是强烈反对的 她也是能穿出来的嘛 都没从地里跑出前来 修梗 翻田 王露良坚持不施化肥 无农药的自然农法 无为而至 信赖自然的调节 复原自然农耕方式 一般我们都要讲接地去嘛 做农业之后 她能够让人恢复 以土地的这种炼机 大地母亲是最为宽广无私的 勃勃的生机 真的会给你力量的 原来我是那种 不愿意吃亏的那种 做农业之后发现 改变其实蛮大的 做农业之后 我就很喜欢踏实两个字 我们每一步脚步都要做踏实 它是猩猩跟蛇物 相互影响的一个作用 王露良曾用七年的时间 去寻找和积累传统道种 播种的时机来临 他取出精心挑选后的种子 开始与又一个春夏秋冬相伴而行 有一阵子是觉得看不上我爸爸的 就觉得他太老实 太实在了 等到我自己做农业之后 我现在发现我自己也变成了那个人 播种就是生命重生最好的解读 传统的农耕最完美的体现了 中国人与自然时节的循环往复中 栖息生产的哲学 不仅仅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 深山里也有不得不选择简单生活的人 小钱慢着点了 老虎的很高线的 也就是这样的两条条走出来了 基本上在这方面一看 顾超 电力公司职工 有二十多年巡线经验 长年在崇山峻林里穿越 一个班族一年步行总理程超过两万五千公里 相当于四分之三个赤道 电塔脚下 生活的是梁山州的遗族 七月底是马铃薯的收获季节 当地人把马铃薯称为洋芋 这里出产的洋芋 根莖膨大 支链淀粉和干物质含量高 口感格外绵软 海拔两千六百米以上 高寒山区的布托县 出产一种马铃薯中的极品 乌洋芋 种植要求高 产量少 乌洋芋皮薄稚嫩 淀粉含量高 炒洋芋是最家常的一道美味 而更原生派的遗族吃法 是火烤 烤熟后的洋芋 香气浓郁 沙嚷酥软 八月初 一年一度的遗族火把节来临 驼驼肉 梁山当地乌金猪的紫猪 肉嫩不柴 香而不腻 经过火烤的猪肉 被切成拳头大小 用蒙火煮 捞起放佐料拌匀入味 但所有这一切 都和骨涛无关 这些吃干盐 喝了水 吃干了 第一次爬山 要多吃一点 先拿着切 不够放在那边去 拿不够多吃点 小伙子打得很 快速发展的中国 总有人因为生计 放弃享受 与美食匆匆擦肩而过 大别山深处 一群少年即将开启一场艰苦的跋涉 照顾女儿高新雅的一日三餐 是李希每天的任务 每年紧随高中毕业 全国高等学校入学统一考试 简称高考 是近千万年轻人改变命运的重要转折点 毛坛厂中学 两万名学生 是安徽省最大的高考生源地之一 也是家长心目中的高考工厂 学习异常紧张 休息时间宝贵 有条件的家长选择陪读 春暖花开 李希正寻觅一种路边的野菜 蒲子 草本植物 苏名巴蒲 农历三月三 当地传统要吃蒲子巴巴 胚毒条件简陋 但李希依然遵循这个习俗 浸泡 去脂 剁碎 蒲子叶散发出阵阵清香 大米磨成粉 加入咸肉 蒲巴的风味和营养 更加丰富均衡 当季野菜是女儿食谱中最好的调剂 每一个陪读家长都有自己的心得 当季野菜是女儿食谱中最好的调剂 九十个高考班 每个教室都坐满百余名学生 整个校园充满了如临大敌的紧张和亢奋 学生有半小时的午休时间 吃过蒲子叶巴巴 离高考 已经不足两个月 好吃啊 高新雅和母亲住在学校附近 更多住处较远的学生 没那么幸运 短暂的用餐时间 没有固定餐桌 他们的父母又多了一个陪读任务 送饭 每天中午都有几千学生 在校门口用餐 时间和精力全部留给了下一代 然而随着知识日新月异 不少家长能做的 就是照顾孩子的日常起居 比如做饭 饭菜的质量 关乎考试成绩 甚至直接决定孩子的命运 临水而建的小镇 只有一万居民 高考使这个数字陡增了三倍 往日的甜蛋生活 和激进失传的手艺 以学生们的匆忙脚步并行着 老街上 豆腐房依然使用最古老的方法 制作远近闻名的豆干 这种两厘米厚的大豆制品 温软嫩滑 富于弹性 他很睡是睡不好了 因为这里面的教训模式 让他们有最后的时间 那是行 但是后方的生活 我肯定要得 面ından感激 吧 感觉 能感激 ivo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选择 上海 素食爱好者在普通菜书中 寻找着健康乃至人生的意义 选择素食的中国人已经超过五千万 清心寡欲 自古就是中国先贤修行的前提 如今 简单素食也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有益身心 它甚至成为餐饮业者招来顾客的一种方式 王爱华找遍每个街角 不断丰富自己的美食清单 为筹备社区聚会的中秋素宴 爱华的工作夜已继日 几样关键食材还需要它处理 红豆沙和陈皮 加入红糖混合而成的馅料 这是它的秘密武器 上世纪六十年代 香港百分之七十的蔬菜来自本土 如今这个比例不到百分之二 坟岭尚未被房地产开发吞噬的徒弟 农夫依循传统耕作方式 只用有机肥只种当季菜 虽然产量低 但爱华信任这样的农产品 冰皮月饼 是爱华为中秋素宴预备的点睛之笔 在中国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月饼 上世纪八十年代 反叛月饼的传统制作方式 香港首创了冰皮月饼 糯米粉 黏米粉 和橙面混合的冰皮 包裹着豆沙馅 软滑香糯 无需烘烤 冷藏 口感更佳 现代生活 把食物简化为贴上架签的消费品 快乐厨房的菜肴 则让人思考食物和自然 以及生产者的关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